其實南朗片區是沒有勁份的 但我又挺喜歡去大湖景 所以這兩個房子要考慮你的交通工具 一個是項目內部的就是徐鏗站 一個另外是珠海這邊的就是珠海北站 兩個站其實都很近目前賣的九旗 博士間中山樓剛剛裝修出了時 原來業主有機會要負上百成的責任和刑責 所以大家如果在這間灣區樓裝修 就真的要小心 要看現場的真實情況 大家按右上角的手指 或者看到片尾出現的四方形連接 立即有得看的了 好馬上去片段 第二集大比拼了 這一集你更加有資格說 因為你是業主 這次在說中山的海灣城 簡單說說你在哪裡來的 我在中山南朗 剛剛在珠海比一腳油就到了 其實我住在珠海 以後大家已經是鄰居來的 對民居 好開心 最多客人來看樓 海灣城 通常會看哪個地方哪個盤 海灣城很特別 其實南朗片區是沒有勁品的 整個南朗 哪個目前在售的只有海灣城一個項目 很多觀眾來之前就跟我溝通 想看多一兩個盤可以嗎 通常是兩個選擇 要不就去看唐家灣 因為真的在旁邊 珠海 對 珠海的唐家灣 但是價錢又真的差很多 一看完之後肯定選海灣城 價錢又真的差很多 差多少倍 差2至3倍 對 2至3倍看樓盤 所以現在整班都去中山 不管我在珠海 很孤單 所以這個價錢上真的有差距 令到看海灣城的觀眾 就會覺得 我買這個價錢 我不會買這個價錢 所以就很多人不願意看這個 《唐家灣》 第二個本 他們就會想要 因為海灣城我們之前推介 在推介的時候就經常說到 一件事就是說 它有低手期 很棒 很容易上車 他們就想選一個同樣 有低手期 來關口 又是大約半個小時左右 和海灣城差不多是距離 他們之前都會推介另外一個 又是敏捷的樓盤 同一個發展商 同一個發展商 就在坦州 博士之前都是推介過的 國債花城 國債花城 這兩個樓盤 雖然他們兩個相隔都是半個小時 如果你要開車過去兩個樓盤 當然是半個小時 都是半個小時 但是它從兩個樓盤 自身出發去到關口 都是差不多半個小時 它就好像一個三角形 一個丟邊三角形 兩邊也是半個小時 中間也是半個小時 距離差不多 好 首先比較價錢 兩個樓盤 價錢兩個樓盤 差別 真的差不多 真的差別 跟一個發展商 定價都一定 差不多 沒那麼遠 兩個樓盤來說 雖然地點不同 一個是坦州 一個是南郎 但是整體價位相差不遠 基本上都是說 一萬零幾起步價 軍價可能說 一萬一千多到一萬二千多 一個區隔 價錢相差不遠 整體都是以具體的位置 來決定它的價錢 這麼說 國債花城這個價錢 但是坦州來說 算是最便宜的 算是最便宜的 在坦州地圖裡 國債花城 其實它是屬於最便宜的 來珠海 其實算是比較遠 買坦州的觀眾 很多店界會買坦州 就是因為近珠海 近珠海 尤其是近三號店 對 很多廣告 我們叫做 他們會經常宣傳坦州樓半公 說十分鐘到關口 最快十分鐘到關口 珠海三號店旁邊 對 所以這些都是坦州比較核心 真是接近那一片位置的賣點 但是那些位置 要去到一萬四元左右的起步價 起步 最便宜最便宜 最便宜最便宜 可能要去到一萬五元左右 一萬六元 一萬六元左右 一萬八元也有 沒錯 更貴也有 所以人家會問 坦州為何國債花城這麼便宜 是不是不好 其實很實在 位置決定在一起 因為坦州剛才提到 最大的優勢是因為近珠海 但是國債花城又好像不是這個優勢 它自身來說 來到珠海本身就不太近 所以它整體的價錢就有所會 但是我又挺喜歡它的大湖景 其實國債花城已經是一個城 不用出去其他地方 就是國債花城就可以了 最大的優勢就是這裡 就是它自身已經完全成熟的雙圈 自給自足 即是你下樓已經完全可以滿足你日常的所有生活 要甚麼都有 所以這一個就是它最大的優勢之處 我覺得是 所以便宜 雖然是便宜了 但是它也有它自己的優勢 就是要煮那個海關城 它配套又怎樣 如果我聽完之後坦州 海關城呢 其實本身已經是它自己都有很多期的 那它呢 一到去它那條街 我數過你一百三十多間餐廳 是開了業的 無論你想吃辣粒不吃辣粒 吃火鍋或者吃鑽鑽 通通都有 它都是成熟的 因為它都不是 成熟 不是新鮮盤 大概是第九期的 十幾年前已經開了 我昨晚去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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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是和你吃這個 三個粥 我昨晚又回到第九期附近的配套 還要新開了很多酒樓和餐廳 我發現是 新開的 我昨晚拍完 還有我拍一些燈 入住率很高的 很高 因為很多 我們說真的這麼久 這麼多人住進去 是很熱鬧的 是非常之 配套一定不會餓 買的東西通通都會有的 是成熟的 即是自己成熟的這個區 而且它上深東通道都很快 講過交通 你多數到哪裏 通常我都會走 譬如說你珠海口岸回來 都是二十多分鐘 因為它是珠海唐家隔離 即是行珠海也可以 是 行深東通道也可以 到達都可以 因為它本身的位置 它剛剛就在這個 深東通道上橋位 其實八至十分鐘上橋 就馬上去 因為它是唐家灣 我現在也是 其實它只是唐家灣 其實我現在也是 我已經很久沒有行廣州大橋 我全部都行深東通道 其實時間更快 第一 第二 因為你知道 廣州大橋有時候 港車不醒 又會塞車 還有還有就是 節省很多錢 廣州大橋 八五元一次 深東通道六十多元 即是說 坦州 我們應該是經珠海 朱海肯我走 沒錯 廣州就不要走深東通道 也沒有說不要走 只不過說遠一點 你知道我最矛盾 你也知道 情侶路那層舊樓 十幾年 華法肯我救援身 那我就看了 是 我找人 郭頓就問我 人家的舊樓室有事限 因為如果我行深東通道 我唐家灣是近 近一點 但如果我回到坦州 或者 琴武新城這邊 我是遠了 或者15分鐘就搬 這是我最矛盾的地方 如果我到時搬過來這邊住 因為我現在坐在灣曬 我以後就要改行廣州大庭 廣州大庭 這個是我在考量的 但我又很喜歡華法這個 這麼漂亮的灣曬 超級豪殺 又敢收我陳義手 不過這個題外話而已 所以這兩個盤 交通 我覺得大家最主要考慮 你的交通工具 自己的定位 例如我是港車北上的 你的決定不同 我搭去中港巴士 決定不同 我是中港巴士 又不同 或者我住譬如上水 元朗那些 我們是會走 由福田口岸過關那些 那我就走心中東道 那又不同 就是要看你自己在香港住哪一區 這個都會考慮 但說一說 最後比較敏感一點 聽說坦州 坦州現在改善了沒有 坦州之前有傳水浸的壞消息 還有你現在南朗那邊 有什麼分別呢 因為香港人都很敏感 我又沒有所謂 因為我又不是住一樓 但是可能有些怕開車浸到一部車 大雨天時 其實坦州整體的路況的確是沒有的 最主要是歸根於 它整體的城市的排水系統 是真的做得差的 本地的可以有說過一句話 就是落雨天遷就沒有去坦州 說有沒有改善呢 目前是沒有的 我才可以說 但是政府始終會針對這些問題 一定會做的 慢慢去改建 去建設 但是時間問題 以前中山都很多地方浸水浸 你知道嗎 以前我出一輛車 我出一輛巴道 巴道的優點就是 水浸也不怕 照顧 以前中山很多地方 對呀 車身高一點 就高 你知道嗎 我們那個巴道 是可以把死汽喉 改到車艇 水浸的時候 最主要是死汽喉 死汽喉進去 那些車子都停了 我就很開心 我就過了 很過癮 不過現在真的 你說得對的 政府無論什麼城市都好 積極在改善 改良這些水水系統 沒錯 不過我們拍片 都要說真實的事 需要時間 也這麼說 我們沒有偏幫 因為坦州樓 我們全部有賣 感受 我們都賣很多 不過我們都會提到一些客人 你們自己 如果真的有車開的 或者怎樣 你都要選一個盤 泊車的地方 或者你泊車的地方 你都要小心這件事 就是看頭大家 沒錯 那如果藍郎呢 藍郎那邊就沒有這樣的情況 因為我們全問了 因為我們本身自己都打算 真的會開車 一直我都沒有聽到 有這樣的消息在網上 南郎的位置特別一點 其實博士你住同家 我都知道 它整體是比山邊圍繞住的 然後它整體地勢 其實是偏高一點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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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珠海 其實它就像一座山脈 那樣的一個形勢 北面整體的山面 是會高一點 因為它更加近近內陸 近近中山入面 然後呢 如果近海邊這一片 就反而是 地勢就往下降 滑裂 滑裂 所以容易出現這些水浸的情況 所以如果珠海 當下雨天時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 越靠海邊 水面越高 是 水面越高 所以是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那你說排水的功能系統這些呢 其實就是第二步來的 珠海整體就沒有提大問題 但是中山呢 說真的 說事實的 中山整體的排水系統 目前都在建設的 你不單單說坦州片區的 包括三鄉片區 其實有部分的一些地方 都會 如果下雨真的下得很大的情況 都會出現這些情況 但是呢 就歸根於它的地勢了 如果你地勢高一點的 就好像我們上一集說的 就像觀山水一樣 你整座山這樣上去 那些水汗這樣升下去 是吧 所以就避免開這個問題 那南朗的確現在來說 就沒有這個情況 不過是呀 南朗你選這個 它那個輕軌也是一個吸引點 是啊 它兩個站在這裡 我選擇它就是 坦州就沒有 是啊 其實我補充少少少 剛才說到的 關於商業和地點方面 就是交通方面的優勢 那坦州呢 它整體的這個商業 可以說 剛才我們所說的這個 國際花城 它是依託於本身的 自身的這個商業街 如果說說要大型的商業呢 其實都是要來回珠海的 如果說從這個坦州的 國際花城 來到這個我們珠海最近 它最近的可能 是要來到我們南平片區的 那全程大概都要去到15至20分鐘 這一個是它目前最大的一個商圈 這個海灣城呢 它一樣 其實雖然未來 它是會有一個大型的商場 會去建設 但是都是未來的事 我們目前它的商業配套 都是以街鋪為主 以街鋪為主 如果要商場 就是過來我唐家灣 寶龍城 寶龍城 沒錯 所以海灣城它最近的商業 一樣是珠海 但是它就是唐家灣 寶龍城 全程大概是5分鐘左右 好 所以它的一個商業配套 大型的商業配套上 可能海灣城的距離上 會更加近一點 都是珠海的 但是就近一點 是的 會近一點 然後第二樣呢 說回交通方面 海灣城其實它是有比較立體的 我們叫做比較立體的交通 交通的一個方式 除了我們剛才提到的直通車 深中通道之餘 它還有另外兩樣交通的方式 一個是輕軌 輕軌 兩個站 哪兩個站 告訴大家 輕軌 一個是項目內部的 就是徐鏗站 另一個是珠海這邊的 就是珠海北站 兩個站其實都很近 目前賣的九旗 都非常近 所以輕軌的一個配套 現在是現成有的了 就是你買下來 馬上去突成 這個是可以通達到我們珠海 澳門方向 包括到廣州 深圳方向 是可以直接乘搭的 這個是第三種交通方式 第四種呢 都是海灣城目前獨有的優勢 中山的牧田第一條地鐵線路 這條地鐵線路 是直接從中山馬安島 橫穿過來 經過這個海灣城項目 就是海灣城內部 有一個站點 再穿過來珠海 所以我覺得這個第四種地鐵 雖然是未來的 但是現在是在建設 建設 建設 沒錯 所以這個我覺得 只是我待 可以看到的一件事 另外如果自己開車的 海灣城其實兩邊的距離 相差並不遠 我們說關口 其實相差並不遠 海灣城去到珠海關口半個小時 國際花城去到關口又是半個小時 但是如果想對標深圳關口 海灣城去到深圳關口 就在說一個小時多一點 穿上了 是的 如果說國際花城過去 就要去到一個小時 二十分鐘左右的車程 多半小時左右 是的 二十到三十分鐘的車程 所以如果說從駕車的角度來看 如果你想走深圳 那就去灣城近一點 如果說你走珠海 大家就差不多 是 看回你們住香港哪個區 有些觀眾可能 我住屯門 我一定去共住大橋 近一點 那就屯門 不,我住屯門 我都走深圳東道 看回每個位置 在深圳灣 所以這個真是好看 個人的喜好和公職 不如這麼說 如果加上交通 其實長遠有發地區的發展 肯定是藍朗的 沒錯 沒錯 因為政府也放這麼多站 當然未來除了樓盤 很多建設發展政府才會放站 所以大家看長遠一點 看方便一點 沒錯 最後再講一講 公樓和首期 現實一點 OK 目前來說 國際花城和何灣城 整體總價 都是差不多 差不多 因為它單價差不多 面積段的話 都是從小到大 90多方 100多方 110多方 到130多方 其實都有 首期兩個樓盤 都是屬於敏捷集團 多少錢 現在他們都是在做低首期的政策 目前都是共五萬多元的上車價錢 OK 五萬多元低首期 正餘的款項 全部都可以做按揭 五萬多元而已 所以你現在做的業主 一共是拿了五萬多元出來 對 沒錯 很爽 由正餘的款項 全部做按揭 看看你詳細的這個面積 如果我們都是按最低的價錢上車 可能都是共五千多元的公款金額 是 就可以上車去買到這層樓 所以這一個上車的門檻 其實都並不高 是的 但就詳細 看看自己喜歡的位置 和選擇的單位 詳細 最後補充一下 現在最好的消息 就是契稅減了 減了多少 減了多少 我想說 譬如我現在買了107坪 原先它的面積段 是要交1.5%的 現在通通由90坪 去到140坪 樓下 這一個範圍裏面的大小的面積 全部通通一律 只是1%而已 修理 換句話 我在這個契稅裏面 我省了這個0.5的話 我原先要交1萬7250萬契稅 現在是交1萬1千5百元 省了五千多元 可以回答100次金巴回來 你看看多招職 觀山水那邊 你知道我前一陣子 就交了契稅 對,博士要交給 就是,餐高 阿華差幾個月時間 華哥 差兩個月時間 差兩個月 本來我好像你這樣 有幾千人 我們吃飯 唱一格拉OK 也好,不要緊 都是開心的 因為我現在是想早些住 看做業者多開心 所以其實現在真的挺好的時候 大家過來 如果有需要的事業 看起來很開心 連契稅都減了 利息又減了 政府來說,政策出之不斷 其實我都看到 現在很多人拍片 說一些經濟的 開始都認為 國內政經很多政策都到處 開始很多都很看好 音力很大 本代很多都很負面 我最近這兩天有看 包括什麼歌 開始都挺看好 甚至乎有些股票或股市 都認為可以後住一下這件事 OK 其實我覺得這個世界 你知道我的長輩老人家 其實什麼都要時間 對 真的什麼都要時間 所以考驗大家就是看眼光 你看短和看遠 其實完全是不同的角度 和不同的層次 對 所以我真的覺得 我做地產這麼多年 這樣的市道 這樣的政策 我從來 就是前所未見 你做這行這麼多 你做發展商 前所未見 國家是有這個決心 是要將這個房地產市場 完全是平順回去 所以加上大家有這麼多的配合 很明顯 很肯定 很事實看到 內地的人民 其實已經在進市 因為最近我看了一些成交幾度 內地的成交額是很高的 反正我們香港的佔很小比例 香港現在的成交量 好像這個星期我們開會 然後呢 確實明顯也上升了 提升 我們的成交量也提升了 整個市場是回復開始的了 大家是一個最適當的時候 現在來到選對你的物業 好嗎 不說這麼多 大家打電話找哥盾看樓 OK 下次還有什麼 大家想知道的資訊 下面留言給我們 我們都可以拍的 因為我們每天都在這邊 全部都知道發生什麼事 有什麼最新的消息 通知大家 記住記住 右上角按下去 加哥盾的頻道 最新的珠海消息 一定會讓大家知道 好嗎 以後我自己都經常拿著 我拍片 好嗎 大家多點支持 好嗎 下集見 拜拜